HELLO 大家好,我是MING的 千呼万唤使出来 在经过这几周的敲锣打鼓洗礼后 终于能让玩家一窥该游戏的真面目 新剑侠世界3 那介绍这款之前 照惯例要进入历史回顾时间 如果你想直接看评测的部分 请使用下方的进度时光机 我会在那里等你 关于这江湖的故事都始于 1997年 由中国金山软件旗下的 C3G游戏工作室 开发了第一款 并分别在2000年 2001年 推出了二代 二代白金版 外传月银传说 新剑侠情缘 并在2014年 由广州珠海云游科技 开发出该系列至今的最后一款 单机版 新剑侠传奇 而在2003年 C3G随市场调整策略 将开发重心转移到网络平台 也把原本立项的单机三代开发计划砍掉 并推出了第一款线上作品 《剑侠情缘网络版》 也就是所谓的《剑网1》 在2004年 由自贯子公司 由细心干切代理 并在2010年终止营运 《剑网1》也在2004年 由越南版腾讯 VNG GANS代理回越南 并在隔年上架后大赚一笔 另外 C3G曾在2019年 在台推出了《剑侠情缘online》 再闯江湖 并在2021年结束营运 接着2005年以及2009年 分别推出《剑网2》 以及《剑网2》外传 《剑网2》于2006年 由新干线代理 并于2011年结束营运 2008年推出《剑侠世界》 《剑侠情缘web版》 《剑侠世界》在2010年 由新干线代理推出 并在2014年结束营运 2009年推出 也就是这系列最成功 堪称经典的版本 《剑网3》 在2011年 由台湾的金群超媒体代理 并在2014年 由台湾的网银国际接手 我是在金群时代的月废字入坑 后来网银时代 赶免费字就退坑了 而在2020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武汉肺炎事件 而因为这事件 网银国际宣布在5月5号停运 而后续有原厂营运 2012年推出月影传说online 并在2013年由新干线代理 2014年转移回原厂营运 2013年 C3G手游相关部门炒创 并于2016年正式成立 C3G室友 也就是后来的金山室友 2014年 小米以2000万美金入股C3G 并于下半年推出 米版的《剑侠世界2》 2016年 推出剑侠系列第一款手游 《剑侠情缘》 由腾讯代理发行 而腾讯也在隔年 以1.43亿美元入股C3G 而在2016年 C3G也推出了 另一个系列的手游 《剑侠世界1》 由小米代理发行 以及另一款由C3G授权 五一王开发代理的 《剑侠情缘2》 Web版 2017年 C3G将旧版的《剑网3》升级 推出了HD同字版 2018年 急于《剑侠IP》 推出了女性像换装游戏 《云场雨衣》 由腾讯代理 本来在今年2月要终止营运 但被玩家抗争投诉后 在3月34号公告 将会继续保持营运 同年7月 推出《剑侠世界2》手游 该游戏于2020年 由台湾的网银国际代理 但也因为肺炎事件 短暂的3个月后终止营运 2019年 《剑网3》的延伸手游 《剑网3》指尖江湖 由腾讯代理 2020年 《剑网2》延伸手游 《剑侠情缘2》 《剑歌行》 一样由腾讯代理 2020年 推出第二款《剑网3》的延伸手游 以棋盘对战玩法为主 《剑网3》指尖对弈 而到2021年 手游《剑网1》归来推出 该款就是去年12月8日 由BNG Games代理的《剑侠情缘R》 而到了2021年12月 推出了《剑侠世界3》手游 也就是本次台版推出的《新剑侠世界3》 而最后一款就是在前几天推出的《剑网3》缘起 终于看完各版本的快速介绍后 我们可以进入本次主题 《新剑侠世界3》 台湾的代理是《模块游戏》 也肯定少不了大公司的扶持 至于这公司背后属于谁 该公司代理的每款游戏都没有特定的大厂 没有主要统一的方向 不过大多都是中国游戏为主 而该公司的评价其实也不怎么好 另外可能是谁在背后操作 或者想搞黑红行销 又或者这一天 人们又想起了被文字语的恐惧 在找资料的时候 网路上有不少媒体平台 都特别在这款游戏的报道中 置入了当时的肺炎事件 这点也是蛮有趣的 而目前台版跟路版还是有些不同 有两个职业没有推出 没有常见可以选 还是有点小失望的 个人还蛮喜欢这职业的 然后提供高自由度的捏脸信统 这点是不是加分项目 各位就自己评判吧 我对这功能是蛮无感的 再来经过前期的剧情环节 轻功展示 那后面表现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至少手机上的呈现是有一定水准的 而玩家要做的日常活动还蛮多的 真的是照三餐邦尼排课 然后又一堆红点机制 以及自动挂机打怪跟任务巡路 让我都开始怀疑 这到底是剑侠情缘还是仙侠情缘 其实并不是不能有这些系统 我也不是反对这些附带便利性的功能 但C3G是在武侠游戏领域 有累积不少开发经验的大厂商 却在不断内耗情怀AP开发出来的 只是一款类似幻皮M&O的玩法 既然都是获得一样的游戏体验 那玩家为何不继续玩手边 或者现有的游戏就好 也不缺这一款吧 在中国上架至今 平价跟热度始终不高甚至偏低 肯定是有它不值得同情的原因 然后晚一段时间后 就要开始进入各种挂机浪费店的时间了 挂机如果要额外获得经验 就必须要购买道具 总之客进就对了 不然就是准备落后大部队 然后看到战力系统就知道 注定免不了就是课金大战的套路 也代表说这不是给无课档玩的游戏 可以看YT上的课金大佬表演就好 结论 陆金的侠者 课金的江湖 我的钱 换取世界 基于游戏的刻度跟护杆考量 我是十分不推荐这款游戏的 如果你是喜欢这系列的武侠作品 我个人还是推荐PC版本而非手游版 很多玩家最后都是用PC版开模拟器 那为何不一开始就选择PC版呢 但可能基于攜带方便 新游戏的利益取向等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 喜欢就玩 不喜欢就删除 人与人的互动才能成就江湖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G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by bwd6 MINGDOM MINGDOM